陰陽食譜 食出生死 陰陽多 上次說到趙海鵬精心安排了一頓釣魚飯 給我店裡的貓怨靈吃,來幫我擋殺 但沒想到,我後來由於聽到陰女媒 好像被貓怨靈拉進去 然後在情急之下,就沒有理會趙海鵬 千萬不能打開門的叮囑 結果令我自己差點連命都沒有 後來趙海鵬要用雞灌血才能擊退貓怨靈 在屋內完全沒有聲音後 趙海鵬呼了一口大氣 躺在地面 空氣內只剩下我和他在吐大氣的聲音 都不知道過了多久 趙海鵬質問我 你把我的話當耳邊風嗎? 為何要開門? 不知道什麼叫軍令如山? 我很無奈又無辜地說 我聽見陰女媒在叫我 我以為她被貓怨靈勾搭過來 陰女媒全程沒有參加這件事 怎麼會呢? 慢著,趙海鵬說話之間眼神一閃 她突然想通了什麼看著我 然後話風一轉 你是不是吃過陰甲做給你的魚菜? 陰甲在這三年裡 應該絕對不會讓你碰它的魚菜 魚?我沒有吃過 但是前幾天我真的試過幾口 這時候我突然想起 就在六天前 我家飯店剛開始鬧鬼的時候 那些顧蟹抱怨的魚有臭味 當時不服氣的我親自試了幾口 之後也受不了那股臭味 然後全部吐出來 那些魚不是陰甲做的 但是也是陰甲威出來的 我將情況跟趙海鵬說明之後 趙海鵬就整面很後悔了 唉,看來是我疏忽了 你試了魚,身上或多或少 都會沾染貓靈的怨氣 那些怨氣就會產生幻覺 趙海鵬沒有繼續說下去 但是我已經明白了他的意思 這一切都是我頭腦之中的那些怨氣 在勾引著我在犯錯誤 休息了很久之後 趙海鵬站起來 一點都不猶豫地拉開了雅間的門 出乎意料的是 門裡很乾淨 三個釣魚菜還在這裡 根本看不到被人碰過的痕跡 就連桌椅也沒有拉開過 更不要說有所謂的老太太和紅衣貓靈了 就好像我剛才所見到的一切 全部都是幻覺 他們已經解決了 我摸著臉上的血 放下公雞很開心地問 見到趙海鵬押了押頭 我心裡這塊大石頭 才總算落地 但是由於不理解 我又忍不住問 既然公雞的血這麼有用 為什麼你一開始時不用呢? 趙海鵬搖頭說 公雞血這一招 搞出來的動靜就太大了 可能我們的行為已經驚動了 驚動了 趙海鵬搖頭搖頭 沒有繼續說下去 趙海鵬的說話令我更不明白 但我剛才想再問 趙海鵬又轉過來跟我說 你還是不要想太多沒用的東西 撿下房子押了血 如果不是明天怎麼開張? 還有啊 這隻雞也算救了我第一名 我覺得還是幫牠包紮一下 留下來養著牠 牠也算是店裡的吉祥物 說完這句話 趙海鵬就跟我一起 拖著無力的身體走出去 但是就在我想要關門的時候 似乎聽見那個老太太 曾經停留過的這間屋裡 響起了一聲很微弱的貓叫 第十六章 流人 陰軟貓寧的事情過去之後 我飯店裡又重新回復平整 這幾天食客又多了些 而我都終於可以像以前一樣 在客人不多的時候 一直伸懶腰 一直玩玩鬥地主 就在這個時候 我的堂弟張亞四走過來 就跟我請假了 阿哥啊 我明天下午不來上班行不行 請半天假 我看也不看他 伸手拿著鼠錶 就拍了他的頭一下 真是沒有出色 又幹什麼 張亞四就搓了自己的頭 有些不太好意思地說 我認識了個女朋友 想請人家吃頓飯 交…交流一下而已 交流? 我看是下樓而已 我說老四 你可不可以有點志氣 不要一日到刻 把那些洗腳妹當成女朋友 才行 人家是幫你洗腳的 不是讓你追的 家裡可以讓你娶她嗎? 我嫂嫂如果知道 你在我這裡 天天搞不正當男女關係 殺了我也知道 被我刺穿了張亞四 就燈大了她的小眼 不太服氣地跟我說 我說三哥 你不可以這樣說我和石樓妹的關係 我們兩個是真心相愛的 石樓妹早就跟我說 等她償夠了弟弟的彩金 她就不做了 死開了 你擺明是不求上進 明天下午 不要讓我在這裡見到你 說話之間 我又打了張亞四一下 打走這個年輕人的同時 都油蔥地覺得 唉…這個人也是不可救藥的 相對於我的痛心疾首 張亞四還是稀皮笑臉 她拍了拍被鼠標打中的額頭 一邊走就一邊跟我說 我說三哥 你也要快點 陰女梅何時做我嫂子 這個臭小子 哪樣不應該提就說哪樣 明知道陰女梅 護送著陰五甲骨灰 回到怡賓老家 短時間也不會再回來 還敢來刺激我? 小子亂說話 我當然不肯了 但剛想追進去 聽見有一圍桌的客人跟我說 老闆拿些紙來 客人的說話大過天 聽到別人叫我 我肯定不能抬蠻 我改變了方向 對前桌服務員 就示意讓我來 於是就順手拿了一搭餐巾紙 快遞給顧客 那圍桌都是上了歲數的老顧客 從他們的穿戴來看 似乎是某個旅遊團 人家看見我態度良好 又吃得開心 所以也賺了幾句 我店裡的飯菜做得很地道 有一位眉毛和頭髮都白色的老人家就說 這個哥哥 你們家裡的地鍋簾魚做得很正宗 真是老菜火工的正味 我上次試的時候 還在濟南虎一品居的時候 我沒想到在老北一個這麼小的飯店裡 都可以試到這麼地道的老菜 老人家讚我 我當然要給面子 於是很客氣地笑了一下 然後就說 都是我們隨時的功勞 但誰知道 這位老爺子還讚上癮 他接著又點了我們飯店裡 新家的蔥燒海參 九轉大腸兩個老菜 說我的主廚做得很地道 要好好試試這些老菜 食之原味、火之祖地的感受 享受一下中國第一股老菜系的味覺承煙 老爺子這麼給面子 我當然不可以抬慢 不過時候又覺得自己的心 嘗嘗嘗嘗嘗 不用問了 他們口裡讚不絕口的徐師 就是趙海鵬了 在我認識的徐師裡 也只有趙海鵬 可以做得出這麼地道、精準 令人讚不絕口的老菜 如果他真的是我店主廚的話 我肯定開心得心花露放 只可惜他是個臨時工 我還記得趙海鵬說過 等貓怨靈消失幫我擋完殺後 他便要走了 最多多留幾天給我做臨時大廚 等我有些時間找到新的主廚 他便肯定會離開 人家說得出這樣的話 自然有人家的道理和難處 而且我也知道 我這裡是廟世容不下大法 像趙海鵬那樣的五星級主廚 又可以兼職做半個道士 都不是我說想留就留 雖然我想珍惜人才 但無奈 我這裡真的不是人家的鬥 所以聽著這班老爺子讚不絕口 我自己也不是那麼開心 老爺子點完菜之後 我都只能夠長嘆口氣 有意無意地跟大家說 唉…我這個徐師好就是好 只可惜就是個臨時工 我這裡樹仔太小 留不到大鳳凰 要飛的遲早都要飛的 唉…我本來只是順口說一句 沒有期望這班老爺子有很大的回應 唉…不過想不到的是 半路殺了一個情咬甘出來 我聽到在我身後 有一個女生用一把清脆又略帶隨便的聲音 在接我的說話 想留鳳凰就不簡單 就看看你懂不懂用什麼手段 這個女生的接話 迅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之後我轉回 看過去牆角那邊的桌子 那個是一個穿著運動衣 戴著棒球帽的女生 女生很刻意壓低她的棒球帽 根本看不清她樣子 人多瘦,身材也不錯 但衣服有點髒 皮膚曬得很深色 似乎近來戶外運動量比較大 捱了些苦 與來玩的大爺出手闊搓相比 這個女生點的東西有點寒酸 只有一份不加醬油的揚州炒飯 然後就著我這裡免費的冰水在吃 這個女生一點都不起眼 但口氣不小 而且看她若無其事淡然自若的樣子 都令我和那些見慣了山珍海味 各種食客的老人家有點好奇 我對那些老人家陪著笑臉 然後就走到那個姑娘那裡 坐下來試探地問 不知道姑娘怎麼稱呼 那個女生連頭都沒有抬起 就跟我說 不自報家門就簽問別人的名號 你這裡是黑店來的? 懂不懂規矩的? 姑娘的這番說話蓋得我臉很痛 這個女生牙尖嘴裡 上來就給我一個下馬威 弄得我吃了閉門羹 都令我感覺到 這個女生肯定見過她小臉 於是我就馬上開心見誠地說 哎呀呀對不起姑娘 讓我來自我介紹一下 在下就叫霍三絲 是這間飯店的老闆 不知道你怎麼稱呼呢? 就算我的態度很誠狠 但似乎這個小女生也沒有領情 剛剛相反的是 人家只是略略抬了眼 掃了我一下 然後充滿鄙視地跟我說 哼,小臉老太太 這個小女生條件反誓地開口就說的話 但聽到我心裡,嗶嗶一下 小臉老太太? 又一個叫我小臉老太太的人 在一五甲寫給趙海鵬的那份 好像謎語的遺囑裡 明確地提及過 小臉老太太就是我的代號 後來趙海鵬又告訴我 那個充滿了小臉老太太、瘟 和鳳凰蛋的故事 是一種叫火公語的徐師黑話 而且好像還和我爺 找了很多年的五藏廟有關係 我馬上就感覺到了 難道這個小女生 都是五藏廟裡的人? 我怎麼說都算是老闆 江湖經驗和社會閱歷 絕對不可能比這個小女生還要差 在最初的疑惑和差異之後 我很快便平復了心情 而且知道應該如何對付這個小女生 我要從她的嘴裡 將她知道的情況通通叫出來 第十七章 地窩臉魚 這個小女生說我是小臉老太太 可能純粹是一種出自本能的描述 其中的意思只有她自己才明白 換作外行 最多以為這個小女生是和自己說笑 絕對不會在意 不過不好意思 我懂得火公語 雖然懂得不算多 但我也感覺到足夠從這個小女生裡 套到更多說話 於是我清一下喉嚨 扮得很高深地告訴這個小女生 小朋友 你剛才說的是火公語 你也別說 聽完我這個說話之後 那個小女生立刻抬起頭 然後她有些驚奇地問 你知道火公語嗎? 我看到這招可以洗 於是就馬上說 我不僅知道這些 我還知道姑娘你 是五藏廟的人 五藏廟這三個字一出口 那個小女生立刻伸出 五隻很亂的手指出來 封住我的嘴裡 然後又伸出另一隻手的手指 做了一個嘶!不要出聲的手勢 她很神秘地告訴我 你小聲一點 隔場有矣 我現在是微服私房 讓外人知道我的身份 會引來殺身之禍 這個女生這麼神經質的說話 令我有點哭笑不得 弄得像拍武俠片一樣 還殺身之禍? 完全不理 現在是法制社會 太搞笑了吧? 不過人家都這麼認真地告訴我 我也不好意思去反駁些什麼 所以我吐了頭 就表示明白 那個姑娘得到我回覆之後 才鬆開手 就跟我說了 你廟裡是哪個電的? 店裡是掛什麼燈籠的? 她這句話 就有點難為我了 前半句 我還有少許回答的餘地 因為我知道 我那位死了七十多年的爹 霍凱龍 是五藏廟五領電的 另外我還聽趙凱鵬說過 他是什麼膚子電的 這兩個電 隨便找一個跟那個小女孩說 應該就不能去哪裡了 但他問我 店裡掛什麼燈籠 我就徹底不知道應該怎麼回答了 掛燈籠? 他自己不懂看嗎? 還說是什麼暗語 只待某種不可擺明說的訊息 詩前想後 我覺得還要硬著頭皮偏下去 告訴他 我是膚子電的比較穩陣 因為我至少見過 趙凱鵬的手藝和手段 他就算仔細問起來 我也會回答 至於電裡掛什麼燈籠? 我覺得如實回答就行了 於是我勾一下頭就說 我是膚子電的 我這裡掛什麼燈籠? 我這裡不掛燈籠的 我這句話一出口 當時就引來了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反應 那個女孩突然不吃飯 他張開了眼睛 脫了頂帽子 露出了一張很精緻 帶著一些錯愕的表情 微微地張開口的臉 這個女孩很漂亮 而一粒虎牙在她笑或錯愕的時候 都會漏在外面 像牡丹花那樣的盤法 就盤在腦袋後 插了一雙筷子 給我一種很過年的感覺 她從頭到腳很仔細地打量了我一番 面上竟然反省了一些很驚恐的神色 不過很快她就把那種狀態按下去 變得有少少激動 之後她伸出一隻大帽子就說 原來你舖頭是不掛燈籠的 太佩服了 我原本以為你們夫子殿 都是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藝君子 沒想到都出了像你這樣 公然和社會為敵 亦潮流移動的猛人 不錯,我看好你,有前途 聽著這個女生這麼複雜的表述 我舖頭裡不掛燈籠 為什麼就可以成為亦潮流移動 和社會為敵呢? 這頂這麼反動的帽子扣下來 又太大了吧? 又或者,燈籠這件事 可能有很多我不了解的學問 當時愛於場面 我都沒有細問這個姑娘到底是怎麼回事 不過我後來從趙海鵬那裡才知道 原來所謂飯店裡不掛燈籠 在火供暗語裡居然是黑店的意思 為什麼? 因為黑店黑店 裡面沒有燈自然是烏燈黑火 這也是五座廟裡最禁忌的一種行為和暗語 後來想想 因為我自己一句亂說的話 自己和自己畫了個大坑 還很高興地自己跳下去 結果還因為這樣 被我和趙海鵬帶來了不少麻煩 當然在那時候 我還是不明白這些事情 眼看著可以過骨了 我都立即見好就收了 我就馬上很敷衍地說 自己是新入廟的人 不知道我們這裡這麼多規矩 所以難免有不對的地方 希望姑娘多多海涵 剛才聽姑娘說 有辦法留下我的臨時大廚 所以才感興趣過來問問 這個女生沒有直接回答我 才看了一下那些旅遊團 老爺子桌上的地窩簾魚 之後就跟我說 你想留下的這個徐姿 都是夫子廟的 而且最近心事重重 休息得不好 游手以前還受過傷 現在有些後遺症 翻風下雨的時候還會痛 是不是 這個女生說的話 令我目定口哀 因為她說的也是對的 趙海鵬在我這裡住了幾天 確實很晚才睡 因為前幾天罵貓靈的事件 令我們也有些神經衰弱 再加上她好像真的有什麼心事 每天看電腦打電話 整個人不過十二點都不會關燈 趙海鵬右手有沒有受過傷 我就不知道 但我的確看到她在下雨天的時候 在自己右邊的肩膀上塗紅花油 看來那邊肩膀確實不太舒服 所有這些事 這個小妹都說得很準 而在這種近乎未預先知的準確之後 我全程只是看見這個年輕的女生 只是看了一眼桌面上的簾魚窩 我回頭看四周 確認趙海鵬根本沒有出過來了 更不要說給這個女生看見了 之後我就明確 這個小妹確實只是看了那一碟的地窩 簾魚之後得出了結論 有一個很恐怖的想法 突然出現在我的腦海裡 這些…難道就是五藏廟人的本事? 他們可以從食這個字上面 看出跟常人不一樣的東西 甚至可以用食物 捉鬼自摸、自病害人 這些五藏廟裡的人 到底是徐師? 是道士? 是特工? 是醫生? 還是其他我完全無法理解的全新職業? 是特工? 陰陽食譜 食出心死 陰陽多 看不見 成為了 請問這個記者 且在心裡 放棄 請問 tämä 先去其他人 良好 最重要的